很高興LineMedia,Apple 76一起去搞這個 《個人音響文化節》 去推動《個人音響文化》 Sony的其中一個slogan也是 《For Music Lovers by Music Lovers》 所以我們這幾年都推出了很多 新的《個人音響》產品 去迎合現在的《個人音響》的市場 今天要發佈的MDR-1 A Mark II 繼承MDR-1 The Headphone Standard of Sony Sound的定位 再加上我們會將我們的旗艦機 Z1R的部分的技術 下放到這個MDR-1 A Mark II 你會看到外形好像很相近 但其實裡面的所有的部件 我們都是重新研發 去令到出來的聲音是會更加好的 重新研發一個40mm的單元 令到中音和高音的部分 是伸延得更加好 利用了這個Fibonacci的圖案網格 令到超高頻的伸延更加好 什麼叫Fibonacci呢? 其實是一個黃金比例的數列 例如花或者星球的圖案 都會根據黃金比例的圖案去行 而對於聲音有什麼好處呢? 它會減低了聲音的左隔 令到一些超高頻的伸延會更加平滑 震膜我們也重新研發過 所以當中它的圓頂部分 我們會將它比上一代提高了 令到中音和高音的部分的伸延會更加好 低音也會較為修煉一點 在這隻普及版的1 A Mark II裡面 我們也隨機附送了4.4的平衡線 再加上另外一條3.5有麥克風的單聲導線去出現 如果我可以帶到Justia來香港會怎樣呢? 我就不停在這裡做這個動作去試 很幸運讓我可以游說到有關的人物 去借出他們的譬如 讓我們在個人音響文化節裡面 讓香港的朋友率先去試聽Justia 香港未能買的 我拿回來給大家試聽 但希望大家都開心 希望可以在這個特別的場合 用一些特別的耳機給大家試試